众所周知 全明星是奔跑类僵尸 速度非常快 直到撞上 他遇到的第一个植物 然后停止奔跑 那如果 全明星是百倍速来袭 会发生什么呢 一万级的植物们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又有谁能够拦住他的脚步呢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豆豆杰 人子叫做邹志斌 当这一小伙伴留言说 想换百倍速的全明星 那这一期咱就来测试一下 先配寒冰顺手出战 众所周知 一万级的植物一上场 是自在打招 那你们觉得 一万级的滴滴味 能否拦下全明星 窝瓜 速度再快 也许想逃出窝瓜的手掌心 再来看大嘴花 下一位 拎缠姑 你们觉得现任长行不行 再看变动生菜 能不能反应过来 再看一万级的钢地刺 能不能把它扎死 支持奶油生菜的小伙伴 投个666 我的天 他真的是速度快 动作帅一招必命 一个字 绝 含黄豆 MIG塌下 就被拿下了 没有实体的幽灵辣椒 再来看潜伏芹菜 暗影草 能不能挖成功呢 暗影豌豆 非有什么反应 刚才奶油生菜 都挑战成功了 那你们觉得 菜饭行不行 火鸡投手 没码 完全反应不过来 之前咱们测试过 正常时水仙化 是可以给全明星减速度的 但现在是百倍速度 还行吗 爆炸坚果 再来看地狱火爵 这个葬红花虐 当时那可是一把好手 来来回回就是玩 那这一次 能不能让百倍速的全明星 防反跑呢 再来看 防风草 能不能拦住全明星的脚步 再看恶离 爆炸气球 还有一小气球 能不能拦住全明星呢 这小气球 是触碰式爆炸 只要你碰到我就别想逃 一万集的电查 能不能搞定他呢 下一位 颜脏翻十六 大家心目中的格斗高手 那面对速度快的僵尸 还会不会成为近战一节呢 最后一个压轴出场呢 是灼烧苦潮 这才是让僵尸玩起了王团跑 那这一期百倍速的全明星 那我们就猜猜到这里 喜欢看多点视频的小伙伴 欢迎加关注 长按点赞 那我们下期见咯 且喜欢条 face ping Whew 我 在靠 对 感谢观看